换好衣服后 两人便前往操场 学生家属也都陆续入场 门口停了一辆又一辆的豪车 颜总 校董和其他投资方已经在会议室了 运动会几点开场 九点半 本次会议主要是对这次运动会的投资方讲解资金流向 会议时间为半小时 颜年看了眼省机 刚好在开幕式前十五分钟结束 颜年前脚刚走进学校 孟志远和孟志连两兄弟也来到了学院大门 叔叔 就这里了 孟志连往声音来源转头看去 只见季生正带领一个中年男子往他们这边走过来 没想到季生也会来 嗯 你认识他 之前装修房子的时候见过一两面 并不说 季生带着蓝副走了过来 自然也看到了孟志连 没有避讳 孟晚的票给你们了 小声 这两位是 伯父 这两位是孟晚的大哥和三哥 这位是蓝星的父亲 你好 蓝先生 我是孟志连 你好 我是孟志连 哦 痛 原来你们就是孟晚的亲生哥哥 真是一表人才 晚晚这孩子可不得了 你们可得好好对待他 我们家蓝星多亏了晚晚 现在自己可能干了 原先还怕他败光家产 现在啊 都怕他不计成家产了 孟志连并不清楚这些 孟志连确实知道蓝副市在说蓝星开小酒馆的事情 往年蓝星都是把票给我 再留一张给他爸 而孟晚都是直接扔掉 没想到今年倒是给了你们 看来你们相处的不错 是啊 好了 志连 王晚上场了 最前面那个就是 赶紧多拍两张 上段调 孟晚的跳高和跳舞 给他理开了个好 两个冠军收入囊中 而孙露却在比赛中受了伤 喂 孙露 能起来吗 孙露摇了摇头 笑意还没来吗 晚晚 你过来看看 在别人还在看笑意走到哪里的时候 蓝星第一反应是喊孟晚过来 听到蓝星的喊话 孟晚这才走过去 围观的人群自觉散开 孟晚半跪在孙露身旁 却没有急于查看伤处 先散开吧 人太多空气流通不畅 再去看看笑意来了没 我去看了 他们说西区操场那边 有个班级吃错了东西 集体食物中毒 上吐下泻的 医生们都去帮忙了 抱歉彭哲 给你添麻烦了 说这些都是为了班级 哪有什么麻不麻烦的 最后一年的想努力一点也正常 你是哪里不舒服 脚 脚崴了 还有其他地方吗 还有肚子 孟晚明白 没再多问 小心翼翼地查看着她的脚 管姐 怎么样 不是很严重 先送她去医务室兵赋一下吧 可是彭哲你等一下 不是有比赛项孟晚 来得及 一来一回 太耗费体力了 你们先去比赛吧 我今天的项目已经结束了 我带她过去就好 孟晚当机立断报起村路 稳稳的 没有半点亮墙 面色如常 现在的情况 有力气又有救治能力的 只有孟晚 确实推脱不开 给你 自己拿着 孙璐没有说话 懦懦接过冰袋 孟晚却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翻掌了什么 最后拿着两颗药片和一杯水 递到孙璐面前 这是什么 止痛药 要不要吃随便你 我吃 我吃 孙璐没有犹豫 接过了水和药片 来了个一口闷 你一会 消肿了之后活动一下 最好去医院拍个片子 看看骨头 我把了下麦 没什么问题 最近不要吃冷饮和辛辣的东西 也不要熬夜 保持作息 下次再来会好很多 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 好歹学过医 要对得起我师父 等不痛了就可以叫人来接你了 我先走了 唐志义 他 孙璐突然喊道 再看到孟晚亭下脚步后声音又低了下去 唐志义等会会约你去篮球场 所以呢 他说他会联系你 而你一定会去 至于其他的 我不清楚 倒是挺有自信 上次你去找唐志义的时候 我们正在偷话 你录音了 我没有录音 事实上 他也考虑过 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用这个去威胁孟晚 可以称得上是自不量力 自寻死路 那你想要什么 当我 作为回报 我会帮你对付唐志义 对付唐志义 你是觉得 我孟晚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 连一个唐志义都对付不了了吗 孙璐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老样子 不是你说的吗 说我想来以利益为重 只要有利所图 比谁都能忍辱负重 很显然 唐志义对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而我需要你的帮助 恰好你和唐志义不对付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对吧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说吧 你想做什么 帮我离开孙家 送我和我妈出国 孙家已经不能再带了 孙璐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知道 所以我求你 我求你帮帮我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求求你 你想我做什么都可以 唐志义的事情我也可以帮你打听 求求你 孙璐 交易是要对等的 我能帮你离开孙家 也能让你们母女拿着属于自己那一份钱出博 可相对应的 你还能帮我做什么呢 我有三间店铺 虽然因为经营不善已经有些落寞 但是店铺附近正在改造 会建立新的商业街 三间铺子就算落寞 每年净利润也有百来万 你头脑聪明 三间店铺给你 你肯定能让他们起死回生的 你帮帮我 孙璐 人要逼一把自己的 你虽然还是会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但也知道在这之中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孙璐一下愣住 还在思考梦网话语的意思 我会派律师过去 也会在国外给你安排好接应的人 至于今天你说的话 可要记住了 五分钟一到 孟晚起身离开 而孙璐还一脸呆滞 直到孟晚走到门口 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孟晚 就是答应他了 唐志义看不得你出风头 他愿你去体育馆 估计是想让你参加不了接下来的比赛 孟晚没回他 关上了门 而孙璐则仿佛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 虚脱地躺在床上 嘴角却仰起了笑 你还是反省一下 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吧 孟晚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延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 想要他那几间商铺方法多的是 商铺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父亲吗 一个出轨的男人 在我面前棒的 还得意洋洋的 让我看了很不爽 对对对 等一会儿要过去 我陪你一起 你的事情忙完了吗 嘿嘿 不重要 一点小事情而已 我很快解决 至少我要在外面 手机也要保持通话 一旦挂断了我会立马进去 哎 孟晚点点头 同意了延年的做法 对了 明天运动会结束 我有东西要给你 哎 东西 嗯 不过现在还是秘密 孟晚挑眉 不再追问 中场休息时间 季生带着蓝副往蓝星这边走过来 后面跟着孟家两兄弟 小星 小星 孟之莲 蓝星朝他挥了下手 在看到他身后的孟之莲的时候有些讶异 但还是大大方方打着招 恭喜你进入决赛 谢谢 哥 这是蓝星 我之前驻唱酒吧的老板 也是婉婉最好的朋友 你好 我是蓝星 你就是婉婉的大哥吧 你好 我是孟之远 婉婉说是有事要去一下体育馆那边 你们去的话 就只走人后左拐 剩下的看路标就能找到了 谢谢 那我们就先过去找婉婉了 得知了孟晚的去向 孟之远和孟之莲没有打算多留 转身便往体育馆走去 另一边 孟晚和延年也一同来到了体育馆 差不多了 我先进去了 小心一点 孟晚点点头 晃了晃手机 知道了 手机通话开着呢 你放心吧 房间内 唐之义正站在远处盯着孟晚 看上去有些阴森 怎么 约我过来 却不敢面对面吗 孟晚 你一整个早上出尽了风头 很爽吧 如果是在意中的时候 这些风头本该是自己的 想到这里 唐之义的表情越发的阴暗 是吗 可是我每一天都很出风头呢 唐之义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但却无话反驳 怒气值也越拉越高 在看见孟晚要走过来的时候 便从身旁的框子里拿起一个篮球 唐孟晚砸了过去 孟晚被破体破解 一朵开前一扔过来的篮球 唐之义 接住最后一个弹起的篮球 孟晚压抑着默契随手一扔 怎么孟晚 你也有破防的时候 你不是很淡定吗 怎么这一点点小小的教训就忍不住了 平时不是很优雅很高高在上吗 你也觉得自己现在很狼狈吧 怎么 只有这一点手段 你但凡扔个刀子 我兴许还能看得起你一点 永远只能做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究竟是谁在看对自己 随即 孟晚也见不闪到唐之义面前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拎了起来 孟晚 你敢对我做什么 唐家不会放过你的 玄空敢让唐之义猛地瞪大了眼睛 强烈的求生敢让他浑身僵住不敢动他 他紧紧抓着孟晚的手腕 孟晚 你这是谋杀 谋杀 是不是觉得自己此刻充满无力感 放开 放开我 唐之义挣扎着 孟晚却加重了力量 唐之义翻着白眼 抓着孟晚的手力气越来越小 唐之义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你的身份的 虽然知不知道并不会改变现状 但孟晚凡事都喜欢探得究竟 不喜欢不明不白地活着 放开我 还没有看清局势吗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体检 体检报告 唐之义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而就在孟晚刚打算松手的时候 两个人影突然闯了进来 晚晚 冷静一点 放开他 孟之远的声音传来 孟晚没有半点慌乱 反而不仅不慢地松开手 两兄弟急忙跑了过去 而唐之义则无力地瘫倒在地 手捂着喉咙咳嗽着 哥 哥哥 救 救我 晚晚 你没事吧 手怎么了 两人一人一句 害得孟晚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他看了眼手上的青子 是唐之义挣扎的时候所留下的 是他用手掐的 不知为何 语气里还带着思维去 让人心软软的 孟之远揉了揉他的头 将他护在自己身后 而孟之连则小心翼翼地查看他的伤势 痛不痛 等会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 别伤到骨头了 不痛 没伤到 不行 得去 哥 唐之义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他看着孟之远 刚一开口 就被孟之远无情打断 不要乱忍亲戚 我只有一个妹妹 她叫孟晚 他要掐死我 你看到我脖子了吗 你看到我妹妹的手了吗 都惊了 哥 晚晚不会无缘无故 这么对待别人的 你还是反省一下 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吧 说吧 两人带着孟晚转身离开 留下唐之义一个人 他愣在原地 按照计划 孙露会告诉孟家两兄弟 而孟家两兄弟一定会护着自己 可为什么他们护着的却是孟晚 他艰难起身 可安静的体育馆 却突然传来一阵阵脚的声 没 没 没等唐之义说话 颜年突然拽住他的手 是这支吧 不是也没关系 没等唐之义反应过来 颜年表情一笼 下一秒 瑟雅的哀嚎声响 变了整个体育馆 贪软的两只手臂 让唐之义的眼神逐渐涣散 告诉唐家 如果接下来的合作 想要顺利进行的话 我不想再看见这个人 是 你什么意思 你别走 你不过是孟晚的甜狗而已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怕了吗 你以为唐家会听你的话吗 唐之义喊着 他想追上去 却无能为力 无力敢遍布全身 他只能恶狠狠地瞪着姚清凌 却不知道他这副模样有多狼狈 陈管家 人在体育馆 我们总裁的意思是 如果合作还想继续 那么有个人就得离开这里了 知道了 我会转告的 收起已经结束通话的手机 姚清凌俯视着他 眼里没有半点同情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去招人孟晚 你好不容易拿回来的 唐家大小姐位置 现在看来可不一定能做得稳了 无了只会给我添麻烦 让我丢脸 你还会什么 很快 接到通知的陈管家 便带着人来接唐之义回去 大小姐 我来接您回去 不 我不回去 唐之义的反抗没有任何作用 陈管家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蹲下身 直接将唐之义的手 接了回去 也不容唐之义反抗 直接让保镖抱起他离开了体育 而另一边 孟晚被孟之远和孟之连护着走了出去 迎面遇到了赶过来的蓝星和寄生 蓝星拉起孟晚的手左看右看 亲子痕迹在白皙的手上格外显眼 还显得格外恐怖 这该死的唐之义 我不把他做的他父母都不认识 我就不信蓝 蓝星气到发抖 抬脚就要冲向体育局 好在孟晚知道他性格 及时制止了他 蓝星 先别冲动 你怎么来了 是孙露和我们说的 孙露 嗯 他联系不到你 所以联络了蓝星 说什么了 他让你不要去体育馆 唐之义不知道他受伤的事情 让孙露去找你的两个哥哥 把他们约到体育馆 他除了不想让你参与接下来的比赛 还想让你看什么叫重判亲离 没想到阴差阳错 反而是我给你两个哥哥指的路 他人呢 他对你做什么了 手怎么弄成这样子 孟晚也没隐瞒 将刚才体育馆的事情说了一遍 蓝星听完 气得肺都要炸了 放心吧 延年进去了 蓝星却是见怪不怪 一听延年进去了 马上冷静了下来 我该 竟干这些恶心人的事 唐家的经民一点没遗传到 反而只学到唐氏夫妇的立即主义 回去吧 不是还有其他项目吗 你还关心这个做什么 先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 万一砸到骨头怎么办 是啊 婉婉 你看蓝星都这么说了 行行行 我去 那我陪你 你还是陪着蓝叔叔吧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 我有两个哥哥陪着呢 唉 蓝星虽然对这两个大男人 是千百个不放心 但也架不住孟晚再三劝阻 只能作罢 直到看着三人离开 这才和寄生往学院走去 两人走到一半 却看到了陈管家 身后跟着一个保镖 怀里抱着虚弱的唐之意 您好 蓝小姐 燕总和妖助理 已经从后门离开了 麻烦转告一下孟小姐 体育馆的录像带已经销毁 请她放心 蓝星满意地点了点头 退开一步 陈管家也不再逗留 三人很快离开 孟晚在医院包扎完 手上的伤口之后 便和两个哥哥回到了家 秦姨和孟伯群 在看到孟晚手上的伤口之后 便对着两个哥哥 因为没有保护好妹妹 说了一通 爸妈 哥他们也不知道 就别骂了 我饿了 今晚吃什么 如果是以前 孟晚绝对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 也会有这种撒娇的勇气 至少肯定不是对着家人 今晚做你最爱的小炒肉 等着啊 妈这就给你做 我去洗菜 咱们快一点 孟伯群狠狠瞪了 孟之远和孟之连一眼之后 便跟着秦姨进了厨房 而孟之遥也来到孟晚身旁 小心翼翼地牵着她的手 轻轻地吹了两下 瑶瑶 谢谢你 还痛吗 不痛了 今天在学校好玩吗 孟之遥点点头 虽然说话还有些断断续续 但讲话频率明显比以前高了不少 她握着孟晚的手 说着在学校和唐月 以及赵天奇两个人一起玩的趣事 孟晚耐心地听着 时不时地硬喝两句 另一边 唐之遥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医生已经来检查过了 外表并没有任何损害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先生 他人呢 大小姐正在房间里 开门的声音 把好不容易睡过去的唐之遥惊醒了过来 看到唐圣 他眼睛一亮 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般 可还没等他开口 唐圣一巴掌已经甩到了他的脸上 爸爸 你又给我惹了什么祸 我没有 唐之遥的话里满是委屈 泪水也不断从眼眶里滚落出来 哼 你没有 你没有严家那小子 为什么会提到你 你知道这个合作能成 能给唐氏带来多大的利益吗 哼 因为你 这笔合作泡汤了 唐圣越想越起 你都做了什么 不是我 是孟晚 是孟晚 他联合其他人欺负我 是孟晚 他不停念叨着孟晚的名字 仿佛全都是孟晚的错一般 是孟晚害他变成了这样子 是孟晚害唐家失去了这笔重要的订单 哼 孟晚 孟晚 你不去招惹他 又怎么会有这么多事 他没有唐家这个心 还能让别人心甘情愿为他做事 你套了唐家这个姓氏 除了只会给我添麻烦 让我丢脸 你还会什么 陈管家站在房门前 孟默关上了门 隔绝了所有声音 陈管家 怎么了 陈管家对着唐越比了一个静音的手势 唐越看了一眼紧锁的房门 带着霸王龙出了门 明天 不 今晚 今晚你就收拾行李滚到国外去 别碍我的眼 等年龄到了 回来联姻 就是你能为唐家做的最大贡献 哼 如果你还想有这份荣华富贵 你最好乖乖听话 第二天 比赛刚刚结束 延年便接到了母亲病情加重的消息 晚晚 延年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两人青梅竹马 梦晚一眼就能看出延年在极力压抑自己的情绪 延年 冷静 我们现在就过去 三人没有在耽误时间 油门一踩 迅速的使鱼的学现 房间里 陈雄满头大汗的给江鱼扎着针 一旁的遗气一直发着嘀嘀嘀的声音 两人不敢出声 站在房门口等着陈雄结束 师父 你还好吗 陈爷爷 我妈怎么样了 陈雄叹了一口气 延年不敢再开口了 怕得到的答案自己无法承受 陈雄有些不忍 却也知道有些话不得不说了 延年啊 一个人躺在床上两年 保持着清醒却无法醒来 无法动弹 陈雄有些语色 他拍了拍延年的手背 浑浊的眼睛有些微红 沉默之际 延年突然起身 一句话也没说 静止往二楼走去 像是被抽取了灵魂一般 犹如行尸走肉 梦晚下意识起身 却被陈雄制止 让他和他妈妈多待一回吧 逃避了两年 也到了做抉择的时候了 还能让江阿姨 再醒过来一次吗 能是能 但这一醒 就再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所以得去陪你 严叔叔才行 他已经等了我两年了 太阳早早落了山 几时分离下来 就下起了条不安 又急又命 甚至不别人 很有时间 师父 我妈 我妈心里又下去了 陈雄不敢耽误 连忙起身往病房走去 房间内 陈雄紧抿着唇 将针一根根插进江鱼的皮肤里 延延红着眼眶 眼睛眨也不眨 生怕下一秒 江鱼就会凭空消失一般 师父 拜托你了 陈雄停住不争的手 细看之下 居然有些轻微颤抖 他看了一眼管家 后者了然 上前把门关上 隔绝了延延和孟晚的视线 江鱼 听得见我说话吗 陈雄压低声音 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他 许是陈雄的呼唤起了作用 江鱼的眼神慢慢睁开 他的嘴唇微长 似乎说了什么 从这一刻起 江鱼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倒计时 陈叔 乖孩子 陈雄笑着 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 受苦了 我们小鱼儿 停了两年 辛苦你了 两个孩子 麻烦你了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两个孩子都在外面呢 我让他们进来 婉婉进来 他 我这就让婉婉进来 房间内 孟婉的脚步有些僵硬 他一步步走向江鱼 眼睛里的情绪太过复杂 婉婉 阿姨 我在这呢 他握着江鱼的手 冰冰凉凉的 没有一丝正常人该有的温度 孟婉捂着江鱼的手 想要将自己的温度传递一些给他 太好了 我们婉婉拥有了很好的家人 孟婉没想到江鱼第一句话 居然是这个 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 是啊 他们对我很好 您放心 我们婉婉 知道 江阿姨 你对我很重要 我很爱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一直知道的 我也很爱很爱你 很爱很爱年年 可是对不起 阿姨得去陪你严叔叔才行 他已经等了我两年了 我得去陪他才行 两年前 一场车祸夺走了严妇的生命 而江鱼也仅仅只是保住了一口气 在陈雄的精心治疗下才坚持到现在 那严年怎么办 年年还有你 不一样的阿姨 你坚强 贱任 虽然话少 却是个温柔的孩子 有你在年年身边 阿姨很放心 如果没有你的引导 我怕是早就走上歪路了 不会的 江鱼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已经没有力气说明原因了 但看向孟晚的眼神里满是肯定 婉婉 您说 叫我 叫我一句妈妈吧 哎 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再次鼓沫 孟晚嘴巴张张和和 半嗓才发出声音 妈妈 在孟晚父爱母爱缺失的同名字 誓言是夫妇一直在手把手地教她成为更好的人 不管出于什么立场 这一句称呼是不为过的 下次去看我们的时候 也叫你严淑一声爸爸吧 她会很高兴的 孟晚紧握着她的手 点了点头 眼泪不由地流了出来 多笑一笑 我们晚晚这么漂亮 江鱼的声音越来越低 孟晚知道 江鱼的时间不多了 我去叫严年进来 同样的场景 严年心里五味杂陈 她忍着泪水 嘴巴张张和和 却因为想说的话太多 反而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 对不起 妈妈 是我太自私了 是妈妈 是妈妈还不够坚强 严年握住她的手 凉凉的 没有一丝温度 她和孟晚一样 都尝试着用自己的体温 温暖江鱼 却都是徒劳 我们年年 真的很厉害 妈妈很骄傲 嗯 严年是个好孩子 你要好好对她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不要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 我们留下的遗产 足够你们生活得很好 妈妈很爱你 从来没有怪过你 江鱼的语气变得急促 严年点头 泪水滚落 机器也开始鸣叫 严年紧紧握着江鱼的手 妈 妈你再和我说一回话吧 妈 我和你爸爸都很爱你 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机器发出鸣叫 江鱼缓缓闭上眼睛 外面语还在响 没有要停的去世 等处理完一切事情后 夜已经深了 姚清明开车将陈雄送了回去 原本就安静的别属 这一刻越发空旷激态 江鱼葬礼这天 天空阴沉的可怕 严年端着骨灰站在最前面 紧抿着唇 没有一丝表情 她的身后 一左一右 分别站着陈雄和孟晚 葬礼结束 多亏了蓝星和季生两人 留下来帮忙送走 参加葬礼的宾客 倒是让两人轻松不少 至少不用对别人的安慰 扯出僵硬的笑脸 晚晚 你这几天都没有睡过觉吧 帮我和彭哲说一声 抱歉没有参加最后的比赛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些 你先去休息一会吧 剩下的我帮你弄 让我弄吧 季生陪着严年 送走最后的宾客 平时说两句 就不耐烦的季生 这一回出奇的可靠 耐心地感谢着前来的宾客 并且礼貌地回应着他们的关心 严年站在大门处 眼神有些空洞 神情麻木 严年哥 长高了不少 节哀顺变 照顾好陈爷爷 过阵子再去看你们 陈六点点头 陈雄确实一脸心疼 你妈妈知道自己就算醒过来 这辈子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他 我知道的陈爷爷 我妈为了不让我伤心 硬是在病床上坚持了两年 如今解脱了 也不见得是坏事 严年扯着笑 却分明像是要哭出来一样 陈雄再说不出其他的话 在陈六的搀扶下离开了这里 夜晚降临 所有的宾客都已经散去 屋子里空荡荡的 孟晚寻找着严年的身影 鸡生他们走了吗 是啊 都回去了 无尽的沉默中 两人并肩倚靠着 都成为了对方唯一的支撑 严年抬头看了眼天空 晚晚 你说爸妈会一直看着我们吗 我真的很想很想他们 是不是因为我让他们失望了 所以他们才不肯到我的梦里来 孟晚同样抬头看向天空 两人的手交叠在一起 等我们做一个长长的梦的时候 叔叔阿姨他们一定会回来看我们的 旺旗说道 严年母亲去世 严年在家举行了葬礼 葬礼结束 孟晚留下了安慰严年 两人在阳台上聊着天 孟晚的思绪也回到了第一次见严年一家的时候 那时候孟晚才六岁 院子里 小唐婉蹲在草坪上 拿着小铁锹在挖着什么 很是专注 你在挖什么 听到陌生的声音 唐婉也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视线 接着干自己手里的事情 挖蚯蚓 挖这个干什么 倒在唐琪的床上 小严年不认识唐琪 他站在唐家的大门外 手上还挂着一个包装的很好看的礼物盒 你不害怕吗 害怕什么呀 你们小女孩不是最怕虫子了吗 听到这话 小唐婉拎着自己的小筒 拿着自己的小铁锹站了起来 走向小严年 小严年呆呆地盯着她 那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此刻的她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你好 我叫妍 你做什么呀 怎么 你们男生也怕虫子啊 我 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小唐婉冷冷地应了一句 转身就往屋子里面走去 愣在门口的小严年有些失落 转身想要回家的时候 才后之后觉想起来自己是过来干什么的 可她刚转过身 人已经不见了 唉 年年 怎么了 小严年走到江鱼身边 将遇到小唐婉所发生的事情 源源根本地复述了一遍 听到江鱼笑声的严平顺也急忙从房间里走 怎么了 这事 不是去给隔壁小朋友送礼物了吗 老公 隔壁的小女孩也太可爱了 嗯 那个小严头 是啊 还把年年吓了一跳 哦 严平顺了解了事情的景 腹下身揉了揉小严年的头 这件事做在你 不应该带着偏见说话 先收拾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吃饭 明天要去好好道歉 知道吗 没错 顺便让小姑娘来家里玩 让你爸爸给她做好吃的 严年点头 第二天 小严年就重新带着礼物去了唐家 这次她很顺利地坐在了唐家的客厅里 没有乱动 而是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等待主人下往 大小姐 有朋友来找您了 嗯 朋友 我哪来的朋友啊 虽然这么说 小唐婉还是起身往客厅走去 怎么 你是来告状的吗 不是 我是给你送礼物的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 不过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严年没有因为唐婉的态度而生气 反而站起来认真地和她倒着钱 还不忘将手里的礼物双手递给她 哇 小唐婉迷愣 印象中 这还是她第一次收到礼物 哼 一点东西就想收买我 虽然这么说 但小唐婉还是收下了严年递过来的礼物 这个是我妈妈买的 她想让我邀请你去我家吃饭 当然 我也想邀请你 可以吗 第一次被人邀请去家里的唐婉有些不知所谱 可偏又不想让人看出来 她板着脸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最后 唐婉还是过去了 她坐在严年的家里 她看江鱼揉了揉严年的图 以及对她说夸赞之类的话 也听见了严妇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 似乎在切着水果 这是唐家不会出现的场面 婉婉还记得姜阿姨吗 唐婉抿着唇 点了点头 你别把小丫头吓到 来 叔叔切了点水果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都切了点 你挑着喜欢的吃 严妇顺将水果盘放在桌上 唐婉点点头 拿起来吃了一块 脆脆甜甜的 很好吃 严婉 你要说谢谢叔叔 嗯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做有礼貌的小孩子 对吧 妈妈 江鱼笑了笑 眉眼弯弯的 很漂亮 是小唐婉见过最漂亮的大人 就连她妈妈也比不过 小唐婉一时有些看呆了 我妈妈很漂亮是不是 唐婉没反驳 只是呆呆地点了点头 哎呦 我们婉婉才漂亮 是阿姨见过最漂亮的小女孩了 好了好了 别把小丫头吓到 婉婉 今晚留在阿姨家吃饭好不好 如果你爸爸妈妈不愿意的话 阿姨去和你爸爸妈妈说 不用和他们说 我爸妈很晚才回家 哥哥上的寄宿学校 今天已经回学校了 晚晚一个人不害怕吗 哦 小唐婉顿了顿 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 她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江鱼的问题 不怕 以前一个人住巷子的小平楼都不怕 何况现在住这么好的房子 还有管家和庸人在 更没什么好怕的 小唐婉这副无所谓的语气 更让两人心疼了 但小唐婉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夜晚 江鱼还在想着小婉婉的事情 怎么也睡不着 还在想婉婉的事情 唉 才六岁的小姑娘 这要是在我们家 捧在手心里疼都来不及 唐家人居然不管不问 江鱼越想越气 甚至有种想要冲到唐家 掐着唐圣的脖子质问她怎么敢呢 这样吧 年年周一不就要去婉婉学校上学了吗 两个孩子同班 年龄幼稚差一岁 算是同龄人 相处起来肯定快 咱平时就要婉婉来家里吃饭 婉婉父母没交的 咱来叫 哇 江鱼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老公 你太棒了 你说的对 婉婉这个年纪正是性格定型的时候 如果放任她这样下去 对她没有好处 那么乖的孩子 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走了歪路 从今天的行为来看 小唐婉虽然聪明 但对于人情事故一点都不懂 长久以往 性格不变的扭曲才怪 可是 晚晚会理解吗 她会不会怪我们多管闲事啊 时间很长 她又不会跑 我们也不会跑 江鱼明白了严平顺的意思 但还是有些忧心忠忠 但一想到小家伙 缩在被窝里看短哭泣的能量 江鱼心都要碎掉了 好